南投縣民間鄉農會春季比賽茶 憑建成績搶先放榜 由松軒茶葉榮獲本次春季比賽茶特等獎 身為第五代的製茶傳承人陳玄吉表示 茶葉品質的好壞50%是取決於茶園管理 接著是後續的每一步製茶流程也都不能馬虎 才有辦法做出品質好的茶葉 我們三年來裡面就有四遍的特定獎 就是對地方最好做的好好的品質 要在地方管理 地方的管理和管理不好 你不能塞油樓下做 塞油現在塞油在做都是 都是塞油來都是部分的一人一部份而已 我們是頭到尾都自己來管理 塞油是塞油我們到三個做而已 地方的管理最重要 塞油要好的東西是塞油這麼百分之五十的品質 你塞油管理不好 不能塞油樓下做 他們這個家族非常的厲害 在從我們的栽培管理 還有我們的製程 那還有烘焙的方面的話 都是一貫的作業 所以他們時常是我們民間鄉 我們的比賽茶的一個長勝軍 那他們的品質還有各方面的控管 真的是非常的理想 憲議員林毅如表示 透過比賽可以讓茶農互相來交流 讓他們的技術更加提升 尤其是看到產業的傳承 也覺得非常好 也希望透過比賽 可以促進茶業的經濟發展 這次我們民間鄉 都會來辦理到我們春茶的一個比賽 大家都知道我們南道館可以說是 第一個故鄉 尤其是民間鄉的第三個 可以說是我們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可以透過比賽 大家在技術上的提升 交流也好 都有很大的幫助 這次特別是我們的特等獎 我們的松仙茶葉 尤其是我們的第五代的製茶師 我相信說這樣的一個產業傳承 我們看到說真的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棒 那也期待在這樣的一個成績之下 我們所有的茶農對於這次的比賽 都有很好的一個成績 那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比賽 能夠促進我們茶葉的一個經濟發展 民間鄉農會今年度春茶比賽 將在5月19號舉辦頒獎展授會 歡迎民眾踴躍參與 也可以喝到此次比賽得大獎的好茶 體驗在地松柏嶺 長青茶特色產業的美好 記者莊怡婷 民間鄉採訪報導